今天是芭蕾解封第二天 在我看似毫无波澜的表情下 其实是一颗激动的心 今天一定要出门 走到附近刚开门的商场 跟风进了一个大型超市 是那种很大很洋气的精品超市 我在超市里转了好几圈 都没找到我买得起的东西 哦不 是没找到想买的东西 可是这么大的超市 我什么都不买就出去 更尴尬吧 毕竟我可是排着队进来的 于是我走到了最便宜的商品货架 水 但为了凸显我买水并不是因为穷 所以要选最简约的设计 来突出我的审美 我在水的货架前 比较着各个品牌 仿佛我在选着昂贵的香水 即使他们只是这个超市里 卖的最便宜的东西 选了一个看着颜色最诡异的口味 对 精致的人都喜欢喝奇奇怪怪的水 排毒 拿着我精心挑选的水去结账 呃这个对 这个人 如果排这么久 只为了一瓶水 一定会被收银员从心底里嘲笑的 空着手出门又会被保安叔叔嘲笑 我躲在角落准备跟其他人一起出去 走到保安叔叔身边还要跟他说再见 凸显我的熟练和优雅 仿佛这不是我第一次逛这样的高级潮食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